我还能活多久 甚至那个前两天 我有一个老老师 一见面跟我说 今年这是怎么了最近 说是这个 我周围这好几个传来这个消息 说这个走了 那个走了 我说老师 我说因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有这个记忆 我说你记得哪年 那个新闻都那么报吗 哪年春节之前 一下子传出来 走了好几个 后来他说那不是那个 那个是岁数都是挺高瘦的了 这个名人走了 他说我最近身边听见的 都是年富力强的 他说就怎么想不到 都比我岁数还小的 就是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连关呢 一个是假如你从 那个中国人的角度看 连关之前总是个大关嘛 不好过嘛 中国人说连关难过 有时候是心理作用而已 因为连关有人死了 我们特别记住 而且特别记住 死掉了那群人 里面年纪轻的 其实统计上面 每一年每个月 都有不同年龄的人 对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因为太惹人注目了 而且又太年轻 又年富力强 我最近看到这些行为 我说命运共同体 真的什么感觉呢 我看那些新闻 就觉得我心口特别痛 我也是 真的 我就看着我那天 我说不行 我觉得我胳膊都发麻了 我有朋友 跟我差不多年纪 当场掏出来 他说我有心脏药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为什么你心 你会常备这种药呢 他说现在真的 他们出来吃饭都备着 怎么了 哎呦 这药片给广告 不是 这没有 我随身带着这个硝酸甘油 干嘛用 不是 我在咱这说过 我就是前两年闹过 这个心脏病 一边心脏神经病 就是反正香港医生 香港医生给我的 就是所以我得 我整天跟那个身边人讲 就这哪天我要是倒了 你知道吗 义军记得 开盖拿着一片 放在我舌头底下 喊 就是硝酸甘油 你知道 不是做人工呼吸 对 你说这事 他吃大灰了 这个 美国心脏病的医学杂志讲 87.7%的心脏骤停事件 发生在医院之外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戒慎恐惧 就是你看看 光我身边的同事 有一个司机还跟我特别好 咱们深圳这边的 还有一个另一个同事 就这些年 都是 有的是这个心梗 有的是突然中风 我有一个同事 还真是就是挺感人的 最后大家分析 他的那个情况是什么 正在马路上开着车 他肯定是觉得不对了之后 他还勉励把车停在了路边 拉了手杀 人才走的 你说是吧 人有不同的突然的初始 都是悲剧 可是咋如发生在某个时间点 你会特别觉得悲伤加悲 像很多这种朋友的例子 其中一个是我在工作的地方那边 有个师傅的水电技工 非常老实的 我家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找他来帮忙 然后后来一天 那边的office 办公室的人通知我 那个很臭巧 跟我一样叫阿辉 他叫我阿辉伯 我叫他阿辉仔 现在很像了 反正他说 他过去了 走了 我说怎么搞了 这好像才五十出头 对啊 昨天死在家里 他就初始 五十出头算是好 可是他就是以前离婚 然后两个小孩分了 太太照顾一个 他带一个 很辛苦的前线的工作 基层工作这样带 把女儿带大了 然后大学毕业了 然后还策划好 六月毕业 八月说 我要报答父亲 带父亲 一辈子没有出去旅行过 然后去安排了 去曼谷旅行 然后就在八月份 出发前去世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死 死亡都是悲哀 可是你觉得 更强烈的悲哀 而且你感觉 是不是说 从一个角度看说 他累了 他也觉得累了 女儿我把你带大 无责任了 差不多了 我最近走的一位 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老师 就是他送进去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的 就是跟这个医生 还认识吗 还在讲话的 然后当时一个判断 说是小面积的 这个心梗 觉得没事 但是往里面 就是要装支架 伸那个管子的时候 突然就变成 大面积心梗 就后来有一个医生 就写他说 因为他是 做手术的医生 他说我见过 生命的顽强 就有的人 你可能都觉得没救了 他还一直活着 他也见过脆弱 就他好像 你觉得特别没缘由的 就以为都是可以救过来 就突然救了 我15年的时候来深圳 我不是看企业吗 我唯一是付费看企业的 就在深圳 付了我几万块钱 就在华大基因 进去 进门进去 他们跟我讲基因 院长都讲出来以后 说老师 你怕不怕死 挺怕死的 来查一下吧 10万块钱查一次 说给我打六折 花了6万块钱 查完以后 我有猝死基因 有猝死基因 我都是猝死基因 猝死都是个基因 又是四个字叫猝死基因 我的天哪 就花了两个多月以后 那现在查一查 可能花几千块钱吧 那我这瓶送你了 不会不会 小波老师 白岁成为一瓶 小波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讲更难上市 对对对 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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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也真没关系 小波太有牺牲精神了 他跟我讲什么东西 你说怎么办呢 很多人是有这个基因 比如说你不能跑马拉松 你不能跑全身马拉松 然后几个呢 第二呢 你不能打拳击 比如你去练拳击 这是不行的 第三个呢 不要去增伤拿 他有几条 对 好些人是增伤拿的时候 他去激烈运动 激烈运动 不要去搞这些激烈运动 比如打打网球啊 打打高尔夫啊 打打麻将啊 算是说 圆桌派啊 都没问题 绝对不会猝死 我觉得有些东西 是跟基因相关 他原来没有检测到 不知道 那像我们知道了以后 那就我就不去打拳击 不去增伤拿 不到特别高温的地方去 就去跑 听着跟对孕妇的那种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之前会知道 也没有问题啊 不是 我现在这个好多个人健康 我觉得基因检测就挺重 但基因检测 它的准确率又怎么样 有东西 我花了十万块钱了 你觉得还不是 你以为花钱 现在降到几千块了 你刚才不是 但是现在这个个人健康情况 算不算一个隐私啊 能不能知道 现在说啊 就是在日本 发明了一种这个马桶 就是说 它能够从你的排泄物 然后能够马上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的健康状况 说好多公司 就是收集员工的 这个很多 马上知道 现在还有那个 国内有一家企业 是做手握的 那里握三十秒钟 它能够给你做个体检报告 那个是 一个唾沫 什么滴血 你觉得现在都时髦 我觉得挺重要 现在时髦到日本做体检 就说日本的体检 世界有名的 因为日本是个 癌症高发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老年社会 所以呢 就是现在好多人时髦到日本 就说据说把你这个细胞里 恨不能有一个癌细胞 都能给测出来那种 当然我不太懂啊 它就它的整个 就是说它的精准度比较高 我觉得现在其实年纪再轻 去做一些基因检测啊 这体检啊 像我一年做一次 你做不做 我还要想 我想加一句 像我抽烟 我肺就做得特别的仔细 对对对 就特别的仔细 对 你准不准 之后就算准了 你如何来处理 如何来对待 也没有准确的 比方说你肺的 有什么基因 这个有什么毛病 你如何来安顿 如何来治你啊 因为你假如那个也不算 不一定构成一个临床的病 可是你车出 那个部分可能特别弱 也要在饮食啦 健康啦 医药啦 你有没有好好准确的处理好 我告诉你前一个月 我忘记那个人的名字 在台湾的 才61岁 突然一发 发现了半年后 三个月后就去了 胰胀癌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呢 这是从50岁开始 这是做一个生意 在台湾还蛮有名的 这是提醒你们 小心啊 不要以为年轻的时候 不需要体检啊 要体检啊 然后体检的话 来我们公司 怎么检测这个基因 那个基因 之后他的生意 就是说提醒你 早一点体检 早一点找出毛病 早一点治疗 那他自己做了吗 结果就是啊 他是院长 这是他的生意 我猜他一定会做的 结果他没有检查出来 61岁就过去了 而且看你怎么样 倒过来看 比方说讲到基因的话 有什么出洗基因 我早就知道了 我有 我没有去检查 我凭什么 一毛钱不用花 不用给6万块 我是看我 祖父的照片 因为我看我祖父啊 我父亲的父亲啊 就是那个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应该倒过来说 我跟我祖父 长得一模一样 祖父不在意的 有时候我就看到 我什么时候拍过 这种黑白照片 然后吃我祖父 所以就留起胡子了 更像是吧 焦族病史是吧 对 我告诉你 我那个祖父 55岁去世 身状病 然后呢 我祖母 56岁去世 所以呢 我跟我祖父很像 非常像 然后我跟我祖母 也蛮像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隔代遗传啊 我父亲 现在80多了 非常 还算健康吧 那我觉得 我一定是有 我祖父母的基因 所以我今年56呢 你说下巴子就吓死了 小波 我就倒过来看 我就赚到了 因为按照这样的话 我可能应该 55岁就像文涛一样 生不如死 我说带着 带着一瓶东西 我就不管 我现在过了55了 我就觉得每一年 过一年再一年 我赚到了 他的心里自我疗愈 对 我就觉得我赚了 57就赚了两年 58赚了三年 所以我这个人 过了50多了 过了我祖父去世的年龄呢 我就生活的越来越放肆 对 咱们可以放肆 义军还要这个努力奋斗 因为咱们这一桌 最大概率的是你 一个一个送走我们 对 你接着说 你刚才想说什么 没有 我那天 然后我那个朋友走了以后 我就赶紧上网查 要去做体检 就是因为有些体检 它不是那个单位机构会包的 你要自己去做 我就查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个心理 就是说 你老想延迟 我就 我就已经看好了 但我就一直没去 你从来没做过体检 你为什么想延迟 我当然做过 我不知道啊 就是 我也不是不想知道 他心中那点钱 你太了解我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老 其实我经常会做一个 就是to do list 那种要有一个做事情的 这个清单 这个头等钥匙是什么什么 体检一直 最近几个星期 都在我的头等钥匙上 我就一直都没有按下那个键打 那个电话要去做 也是延迟性 跟我一样 延迟性人格 延迟基因 又成人格了 延迟基因 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但我就放到最后去完成 是有这样的人格 但是 写上栏 做节目 我跟你讲 小伯 你说这个 我最近我的朋友圈 我们这个纷纷要改这个基因 就你说这个基因 本来我们也有 就是把最好的苹果留在最后嘛 好的事留在最后嘛 像我爸一样嘛 但是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最近啊 因为一系列事件引起的这个朋友圈 我觉得好像是某种 就是到了一个时候 纷纷的都有一个潮流 甚至我认为就一下子开始反观自身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在一块圆桌 就是说了 我就首先号召 我跟你说 买了新衣服 最好的衣服 当时就穿上 你知道吗 你穿上 你就再占便宜了 你就像我 他们就说 我买那个皮衣啊 好家伙 一年前买的太好了 我就留了一年 没穿过 一年后再去看 五折 我为了平衡 我为了平衡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我又买了一件 他们说 那天那个经济学家说 你这个也对 实际上成本 平均成本 这样低了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生命啊 国家多么希望你在那消费 在流市 我们好多人的习惯 就是把好的留在最后 可是实际 也许我们从生命的角度 应该想想这件事 你最好的东西 你应该马上使用它 你就在发挥它的价值 你知道吗 你留着 我跟你刚好相反 我现在是家里面断舍离 都扔光了 我就觉得说 我都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反而是 我就留了几件 全中国女生 最会花钱的那种女生 叫做断舍离 为什么 你看那个柜子 把柜子衣服都弄没了吧 你会把柜子扔吗 你不会 她把柜子再填满一遍 全世界最贵的就是 老娘我断舍离 姑娘我断舍离 那花钱可狠了 你把柜子扔了吗 你肯定没扔 柜子里面再重新再装一遍 过三年 我断舍离 全部扔完 再来一遍 你真是 我这里买了好多抽屉在里面 就这样 最花钱的就他们肉 我最近反思 不是这个物 我现在越来越珍惜人 倒是真的 就是我以前可能 我老觉得有些事 比如说你跟人聚会 跟人说过什么事 我觉得特别占用我的时间 我老觉得我是一根线往前走 我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目标 我要干嘛干嘛 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事 但是我最近就特别喜欢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 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 我开始意识到 就是说当我有朋友走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际关系 他们的存在是支撑了我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有不同的人的这种人际关系 是你的这个世界能打开多大 一个人走了 我就觉得有一个脚就摊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 那不是英国有一个诗人 写的非常有名的那个诗吗 就是丧钟为谁而敲 就是每一个人的失去 都是我的缺少 就是这这个 其实你想什么是你啊 你是人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所以其实你身边走了一个人 你这块大路就少了一块 丧钟为谁而敲 是吧 他正在为我们而敲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想想 要不说我最近我也是老想 你想我这个聊天聊了都有20年了 我就在想我到底在聊什么呢 新闻也聊啊 经济也聊了 但是又不像人家那些专业的新闻 财经人聊那么专业 后来我想啊 这个我聊的 说一千到一万 聊的是人生 但是一说 一说这个 一说这个我是有点害臊 你聊人生家会就笑了 你是应该害羞 我是应该害羞 因为我们 你是不是应该到了参广告的时间 不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就跟这个女生啊 主打项目就是聊人生 人生聊不动了才上弗洛伊德 把人家的人生聊成了你的人生 但是当我年过半百之后 我回首往事 我真的觉得最值得聊的还真就是人生 你想想看吧 最值得聊的就是人生 我是真的想过 我刚才为什么笑了有点不敬 可是我必须诚实面对 因为有一回我们去哪里啊 贵州还是哪里拍一个节目 吃晚餐 从吃晚餐到吃完坐车回酒店的路上 吃晚餐大概一两个钟头嘛 坐车也蛮远的路 一个钟头这样 我后来回到家里的酒店房间的印象是说 好像这三个钟头 文涛没有停过一秒钟在讲话 可是他家里讲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 因为反正我主要责任就是给反应嘛 他没停过 表情吗 每次他讲 讲完一个呢 大概我也在思考他说的人生的时候 他又开一个话题了 家辉啊 又来又来 真的三个钟头啊 我也是实在因为最近找不着女的聊天 只能拿你成数 我真的 可是话说回来 你刚说什么朋友圈的感慨 好像要赶快先享受等等 我觉得这是生命最难嘛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最后 因为你刚谈到什么先后 什么东西啊 聊到最后啊 苹果最后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最后的 所以呢 有了好的 最好的苹果 现在就吃啊 那当然 可是 那叫你更 要说什么才是最好的 万一你之后没有了 你可以倒过来看 哎 我现在吃了 没有了 就你这样 对 就没有 没有叫讲胡子啊 你又 就讲没胡子 我看你没有胡子 很难打 这个人 当然就是 反正我觉得说 与其说什么 这是我个人 与其考量说 先后 什么好跟不好 反正来了什么 你知道 如何对待他 你知道如何对待他吗 这是我从小 我父亲就跟我说 他说小时候看命 有个看命的人 非常准 他十来岁 看命 批他六十三岁 没了 OK 六十三岁 门前挂灯笼 就说你大概活到二十三 那我父亲工作到五十多了 传了一点钱 从五十五六岁之后 到六十三岁中间做什么 只做两个字 花钱 吃喝玩的 什么去旅游 把钱花 因为他就是这样想 我到六十三我没了 我楼在干嘛 我当然把最好的 小孩也长大了 自己独立了 当然他不知道 其实我希望他 留给你 留些遗产 然后他花 结果六十三 我父亲非常健康 跑一百米比我快 你要钱没了 真心钱没了 很多钱的时候命没了 命没的时候还很多钱 真的 小波他六十三 我父亲今年82吧 从六十三到八十二 基本上他跟母亲的生活 就是在我的身上 这是果快没命了 后来我告诉你 更精彩 我父亲他很不服气 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怎么还在 还那么健康 还在广场 看到大妈还会心跳 还在那 那算命还在不在 他就是不服气 去找算命的 真找算命的 算命不在 原来问了一下算命 算命的已经不在了 算命的人家人 他去世的时候 算命的人六十三岁死 我说 我说父亲 你是不是记错 还是听错 他是告诉你 六十三岁我就死 我门前挂灯笼 你看不到我 就是你人的记忆有误 我父亲真的好多年来 都是告诉我说家伙 我大概就是六十三 所以就哗哗哗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感慨 到底什么叫先 什么叫后 讲不不了 你讲 我最近常常跟朋友 分享一个事情 我就说我其实对 生死 死这件事情 没有人体验过 对吧 好像是苏格拉底 还是谁说的 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就是他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 他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说 对 但是我 我说我有一个体验 是什么呢 是生孩子 因为呢 我有一次 不是有一次 一共就一共就 是疼着死去 不是不是不是 那天我进产房之前 那一天呢 我还在那里写 我在写 我在写文章 但那个那一章呢 我怎么也写不出来 我那个题目 哎呀 我就觉得那个结构 我就是不行 我就使劲在那儿 在想怎么弄 然后我在生的时候 还在想那个文章呢 其实真的 结果呢 等生完了 我才恍然大悟 我说这个话题 我根本不应该写它 就那整个那个话题 我就不应该写它 就把它扔掉了 我就什么都很顺畅了 可以写 后来我当时 一个感悟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生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跟你 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再回来嘛 是吗 对 我就说 我想说你才发现 不是这我挺好奇 生孩子的时候 你觉得 你精神上觉得 到了另一个世界啊 会有会有会 就是那个体验 就是肯定跟你平常 就是说跟你一般的人 没有 疼得丢了魂了吧 有 很多人 都一般的 不在上面喊 说死了算了 那种感觉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会经历过那个以后 因为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嘛 你才发现 原来你之前 执着的一个事情 你花那么多心力的事情 其实根本就不重要 我想说的是这个 就这个事情 你就扔掉了就好了 其实老子有说 养生最重要的 泡脏水 不能把孩子也泡进去 孩子最重要的 我想说老子说 这个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会养生的人 不是说你吃多少补品 你睡觉没睡好补多少觉 而是说 你根本看不见 那个要死磕的地方 就像刨丁解牛啊 他说这个 或者是在军队里面 那个刀永远 其实他不会 不会磕到血的人一样 就是说 他的眼中 根本就没有 要我去 消耗我的元气的东西 目如全牛 我都觉得 想的越多的人越死 您父亲活得久 跟他那个心态有大关系 一人五十多岁 已经豁出去的 想干嘛干嘛 他怎么可能死得了呢 啥孩都没有了 这要换成我死吗 换成我累死 真的 就在快乐了嘛 我觉得快乐有关系 但是咱们里面 每个人都一线癌啊 大量的病毒都被焦虑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是那个杭州建销机场的 那个飞机驾 试飞员啊 那是体格好得不得了 飞机掉下来 去检讨嘛 就关在房间里 三个月 回来以后癌症晚期 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三个月 二十几岁癌症晚期呢 就你这三个月时间里面 不断地在想 飞机怎么回事 就死了 像你爸爸这种 五十多岁开始挥霍人生 咱们可能死得了 他两百多岁好活呢 但是别吓我 他的存款也不够了 把他算存款 跟你讲 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 一个就咱们这个 悲观主义者 我今天上午在参加 另外一个公司的 一个未来科学大会 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 谈人到底会活 一百五十岁 还是活九百岁 那个咱们这儿 能不能过五十岁 人家在讨论 怎么过一百五十岁的问题 听说有些硅谷大佬 都已经换了基因 换了血了 有一个曲线 叫做Donna曲线 就那个Donna公司做的曲线 它是这样的曲线 就里面所有的那个 新科技的 人工智能啊 5G啊 什么物联网啊 在那个线上面 那天他们画给我看 2019年那个Donna曲线 最顶端那个 叫云计算 你说吴老师 咱们别投了 那个里面都是大佬 五哥啦 微软啦 阿里啦 都弄完了 那我说这跟线上 最顶头那个东西呢 四个字 叫人类永生 是的 你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 游泳生 这事靠谱 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 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 什么的 今年你看到没有 一个科学 是6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 这个报告 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了 打印 3D打印 美国人前两年打印出来 但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就你血液 心脏 血液会回流嘛 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 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 1904年 库茨威尔雪 那个写那个起点临近 他说未来就三条线路 一条叫什么呢 叫人工智能 在你脑子里装个芯片 给你一句20年 你人挂掉了 芯片还在 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 第二呢 叫纳米科学 就是身上的任何机构 都可以被打印出来 第三呢 叫做基因科学 打印出来能用吗 能用 现在什么都能用 什么都能用 心脏都能用了呀 都能用了 肺现在不是干肺都打印出来了 那还让人捐器官 还捐什么呢 不是那照您说 那还是好多人捐什么器官 现在很贵嘛 现在非常贵 第三就是基因科学 就是你基因提取 脑科学基因提取 我今天 在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80后的 一个哈佛的 一个中国人 一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手断了以后 装一个机器手 用大脑来控制它 跟朗朗一起弹钢琴 这个我好像看过 这个片子 挺好玩的 就是说你还得训练用它 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明确的意念 对 你是不是说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就是你得 真的有点 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 你形成 能触动那个电信号 对吧 其实现在 存钱其实挺重要的 现在就真挺下一个 它不是也会从十万捡到几千吗 对对对 我们等着那一天 等着那一天 现在就像青霉素发明一样的 比黄金还贵 过个十年青霉素就很便宜了 现在就那个 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 或者还在实验室里 活着久一点 一斤你想插什么话 没有 我刚刚想说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那个音剧嘛 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跟他妈讲 她说我要去苏黎世 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 他妈说 你是去安乐死吗 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 都是去安乐死吗 她说不 我永生了 就是她把她的脑袋 整个电子化了嘛 她说我们已过去认为 这叫死亡 她说不 这叫永生 哦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 在那个奈飞上 你知道 我最近还 我最近看了个真的 就是纪录片 还不是电视剧 叫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 就是生物编辑技术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非自然选择 非自然 就是有四五级 所以小波这个事 还真可以聊聊 就是说 他这个讲的呀 我们电视台的 一听就懂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就是啊 你的基因是可以减极的 是可以减极 可以减极的 癌症就是很多 就是基因 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 已经有三亲婴儿了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你看 夫妻两个 有一方 有遗传病 不能生孩子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把另一个女的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这个 所以但是这个片子 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 就是说 他就像剪刀一样 他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 就是说 问题是人类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 就是 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 怎么样更好 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大药厂 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呢 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 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 家长真是哭得可怜呢 没有捐助 你拿着 就说这大药厂 你这么这么没良心呢 但是药厂 他没办法 他研发经费这么高 所以呢 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 他们干这个事 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玄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 我们有志于 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 富人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自己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 就是说 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 让他成为民主的 就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你在将来 你在7-11里 你在那个超市里 你买几个试管 买几个什么 你就能弄 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 一个几个小伙子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把他那个狗啊 改造成那个绒毛 荧光的 发光的 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 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 甚至他说 哎呦 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 就是他们描述 他说现在是什么 你比如说啊 你想长肌肉 将来的人呢 你不用去健身房 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 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 你躺床上都能长肉 不是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我的天你说 所以他就说 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 这么一个临界点上 就说这个技术已经有了 当然很不成熟 现在就是 可是 大家用在治疗上面 是没有伦理问题的 你在用在 比如说人总培养上面 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将来说 整容 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 你想眼睛变绿吗 很容易 啊